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星光荡开宇宙 本人闪耀其中 我们话劳弟弟啊 东方耀终于迎来 属于他的那一款FMVP皮肤 云阴飞驾 想想当初那个冒冒失失 一路想要证明自己 成为天选之子的东方耀 如今也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军 只见药立于塔罗之上 轻而易举的闪避着 偷袭者射来的剑尸 脚踩踏云步 纵身一跃 挥剑之剑就将剑尸尽速抵挡 敏捷地在墙上攀爬 借助城墙上的剑柄 顺势翻身向上 落在塔罗顶部 眺望远方 看看这不苟言笑的面庞 看看这冷冽的眼神 我只想说 还我化老 服装搭配 较为朴素 一袭长衫 烫金流云 广然竟有一种 凤仪之刀赛季皮肤穿搭感 难道这就是属于高手之间的末期 毕竟要作为一名大内高手 免不了经常爆发战斗 而越朴素的衣服就越不引人注怒 容易完成一些潜伏任务 关键是还耐脏 绿色环保 就算有了破损 丢了也不心疼 小伙伴们 你们说这是不是有道理 赞成了扣1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局内特效 云音飞下采用了墨绿云纹 与飞音相结合的特效 每一次平A 举手投足之间 树叶飘落 看到没 这就是遍夜不战身的高手风范 脚下的直气 也变成了飞铃鱼的样式 当东方药触发强化平A时 只会举起剑刃 高高跃棋 用力向下劈砍 劈砍之间 一只宛如看到了猎物的雄鹰出现 对敌人发起雷霆猛击 一技能 猎空斩 东方药旋转着剑刃向四周挥舞 普通一技能时 仅仅只会出现墨绿云纹特效 而当处于强化一技能时 特效开始高端大气上榜次了 墨绿转面位白蓝 最后又回归于墨绿 与烫金云纹融合在了一席 二技能竹心 要向左侧移动 特效为蓝白相间 而处于强化二技能时 只会出现一只展翅雄鹰 三技能归城 东方药释放星辰之力 回到两秒前的位置 青蓝特效荡漾开来 转为墨绿青燕渐渐营去 而处于强化三技能时 大招范围中线 会出现一个大大的烫金飞制 预议着苍鹰在怀 眺望万里河山 只有超越过去的自我 才能追寻更强的自己 回程特效表现为 领奖台升级 舞台灯照亮 一只雄鹰飞来 抓起了奖杯 要与选手一起欢呼 选手抓着奖杯 携带着药一起离开 共同承载这份荣耀 至此啊 云鹰飞这样的所有特效 就带大家领略完毕了 先说说出场动画 这哪是英雄出场 官方直接给你整了个人物 外传小剧场 看完直呼不够过眼 情求续击 那其实啊 我们再来看看局内真相方面啊 技能打击音效听得十分舒服 普通技能与强化技能之间的特效 也有所区分 尤其是强化平均的设计 让人眼前一亮 只是强化大刀的贴图 飞字与回程特效的展示 虽说蕴含深意 却略显简洁 不过让我最惊喜的是 初看原话时 我以为记忆中不服输的画捞 已经变成独当一面的高冷将领 可当我看到技能展示时 要画捞的本性就回来了 各种局内拟不停 尤其是那这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胜啊 十分调皮 不由让我感叹到 爷的青春又回来了 最后 云鹰飞降将于2020年8月8日 零点上架商城 手中售价为1350点券 参与活动吉利应派 可获得388点券 云鹰飞降专属抵扣券 最终活动专属价为962点券 温馨提示 最近新皮肤上架频繁 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 理性消费哦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拜拜